崩坏 结局并不是很令人愉快 不久后第二绿者也随之诞生 而我则在他身上看到了复活重要之人的希望 在那场战斗中不断有人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那些为未来开辟道路之人 有的永远长眠在了西伯利亚 时过境迁崩坏不断肆虐 而与之对抗的力量也迎来了新的血液 他们曾经历背叛与阻挠 也曾齐心协力共度艰险 甚至触及到了某些不该知道的秘密 梦境总是美妙的 它反映出了我们心中最真实的愿望 只不过再美好的梦也总有它醒来的一天 而到那时 我那宏伟的计划 也将迎来新的篇章 当崩坏的女王降临 世界沉浮于她脚下 有人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中的剑刃 与神为敌 说实话 我既为那些燃烧自己生命的勇士 他们用自己的信念 为世界换来了短暂的和平与安详 但他们不曾发现 我的计划正稳步行进 而一条巨蛇正从黑暗中醒来 大崩坏后 人们再次踏上了自己的道路 他们有人寻得力量 实现了自己曾经的约定 但同时 却也遭遇了更为强大的敌人 有人则消耗生命拯救他人 只为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流星的光芒如此耀眼 引得众人争相追逐 他们或是觊觎那耀眼的星光 或是只想拯救这颗流星 既然有争夺 就总有败北的一方 但渴望重要之人回到光明的愿望 却似乎更为强烈 为此 他不惜投身黑暗 甚至不惜化身罪人 也要将那命运的桎梏斩乱 他们的故事 还没有迎来结局 崩坏的故事 也同样在继续 未来的道路 究竟会延伸至何方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越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